上诉人米芒提请二审法庭改判 具有充足的法律依据 那就是被激活的震荡防卫制度 2020年8月28日 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出台了 关于依法适用震荡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中 明确指出震荡防卫是法律赋予中国公民的权利 坚持法理情统一维护公平正义 要切实防止谁能闹谁有理 谁死伤谁有理的错误做法 要坚决捍卫法不能向步伐让步的法治精神 要立足防卫人在防卫时的具体情境 综合考虑案件发生的整体经过 结合一般人在类似情境下的可能反应 依法准确把握防卫的时间限度等条件 要充分考虑防卫人在面临步伐侵害时的紧迫状态和紧张心理 防止在事后以正常情况下的冷静理性 客观精确的标准去评判防卫人 但都不得没有理解 评判防卫人 别还要我 我记得非常朋友 我记得上海和大线之一 所以你也认为 你让它们都是自己的 和天ور定的 你不能去追求 你不认为 今天的故事 民盟面临正在进行的 不法侵害 形成现实紧迫危险 符合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 关于无限防卫的规定 对公聪人提出的 本案不属于正当防卫的意见 本院不予采纳 对辩护人提出的 本案需正当防卫 且未超过必要限度的意见 本院予以采纳 原判判决认禁 迷茫犯故意伤害罪 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 是个法律错误 依法应欲改判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十条第三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六条只规定 判决如下 全体起立 一 撤销海东审 万海县人民法院 二零二零海星出自 第二十四号刑事判决 二 改判上诉人 迷茫无罪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第七 大王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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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